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知道吗 目前的研究表明 自闭症与肠道菌群的改变有一定的关系 人体中大约有1.5到2公斤左右的细菌 其中80%以上生活在肠道 数量约为10的12次方到14次方 其数量是人体细胞总数的10倍 种类大约为1000多个种 基因数量为100多万个基因 是人体基因总量的10倍 肠道菌群失调后可引起机体发生多种疾病 如肠道疾病 肥胖 代谢疾病 肝病 免疫系统疾病 肾病 心血管疾病 精神神经疾病等等 其中 精神疾病的表现之一是自闭症 肠道微生物不仅影响人体的生理健康 还可以通过神经化学物质的变化影响人的心理和行为 图为肠道菌群与自闭症的关联的示意图 自闭症也称孤独症 是以社会交往和沟通障碍 兴趣范围狭窄及重复刻板行为为主要特征的发育障碍 患者通常在6到24个月开始表现症状 也有患者早期发育正常 24到36个月起出现退行性变化 语言和社交技能丧失 自闭症发病的原因很复杂 是遗传因素与外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引起的疾病 但环境因素对其影响可能更为明显 影响自闭症的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出生方式 喂养方式 药物 饮食 疫苗 重金属 农药 还有幼年时期感染以及免疫交互作用等等 但肠道菌群的改变可能在自闭症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肠道微生物发育 以儿童大脑发育同步 自闭症发生时间与肠道微生物的发育节点具有时间相似性 自闭症发病时间通常是三岁以内 关键期为出生之前出生期或出生后不久 自闭症发病的关键期同样也是肠道微生物发育的关键期 极易受到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 目前认为其影响是通过脑肠轴发挥作用的 脑肠轴是肠道与大脑之间存在的多条途径相连的双向交流系统 肠道微生物可通过血循环系统 内分泌系统和神经系统影响大脑的行为 它们之间相互影响构成了微生物肠脑轴 大量研究表明 肠道微生物改变主要通过影响免疫系统 神经系统和代谢通路 直接或间接诱发自闭症 图为微生物脑肠轴双向调节是一图 图为微生物脑肠轴双向调节是一图 在肠与脑之间有许多信号通路参与调节 包括下丘脑垂体身上线轴 免疫调节 色胺酸和五腔色胺代谢 微生物产生神经活性化合物 及调节内缘性大麻素系统等 自闭症与肠道微生物失衡及脑肠轴异常 关系密切 肠道微生物可通过代谢产物 免疫神经内分泌以及迷走神经等途径 影响自闭症 特定有益微生物菌株 主要通过微生物脑肠轴 调节微生态平衡和抗感染 调节宿主代谢和吸收等方面 改善和治疗自闭症 这也是今后本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好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